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1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中共突然解除13年的严格防疫政策 导致中国疫情大爆发 多地网民爆料感染者转为严重肺炎 甚至出现极端的白肺症状 同时也有一些感染者出现了脸庞或舌胎发黑 双眼严重浮肿等奇怪症状 有网民质疑是否出现新病毒 综合报道 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近日出现大量贴文 提到染疫者诊断出严重肺炎甚至转为极端的白肺症状 爆料者有医护人员 也有死者家属 还有的是家人为白肺患者求助 根据发帖人IP所在地或描述 河北 湖北 浙江 上海均有网民爆料 当地出现白肺症状染疫者 所谓白肺一般是指的重症肺炎患者 进行X光检查时 肺部显影呈现一大片白色形成白肺 一般都意味着肺部已被炎症 严重轻视 患者生命受到极大威胁 早在一个多月前网上就传出石家庄医护人员爆料指 石家庄市第二医院查出多例白肺 11月17日官方开始辟谣 但是类似的症状却在一个多月时间里 在全国多省持续出现 由于中共公信力丧失殆尽 还有许多网友都认为 官方一旦辟谣就相当于肯定了相关网络消息 12月20日微博上又有网民爆出消息 安徽一名女子确诊新冠后发高烧 嗓音嘶哑上吐下泻 到第四天不仅人瘦了一大圈 嘴唇上的皮也掉了一层 满脸还变得黑乎乎的 如同被毁了容 这名女子将自己染疫前后的照片上载微博 并发帖自嘲 现在连亲妈都认不出了 不久前 微博上也曾爆出过 有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牙缝 舌胎变成黑色 双眼严重浮肿的奇怪症状 中共官方在解除严格防疫政策时 宣传Omicron病毒株 指感染上呼吸道不损害肺部 如今网友纷纷质疑中共是否隐瞒了出现新的变异毒株 中共12月7日宣布所谓防疫新失调后 中国疫情迅速爆发 但多方消息显示早在中共放开前 中国多地疫情就已失控 中国民间机构通过研究有关发烧关键词的谷歌搜索指数得出结论 早在11月11日左右 石家庄疫情已经爆发 目前 北京 河北 河南 辽宁 广东等多个省市都出现大量死亡 冰葬系统超负荷 网传大量有关医院太平间爆满 并以管摆满尸体的视频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21日抵达白宫 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拜登对这位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首次出国访问的乌克兰领导人说 美国将继续强化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泽连斯基则向拜登表达了对美国支持的衷心感谢 综合报道 泽连斯基在美国东部时间21日下午降落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并在下午2点抵达白宫 这是乌克兰总统自2月俄罗斯入侵 他的国家以来的首次境外访问 在与拜登的会晤中 泽连斯基代表乌克兰人民 对美国人民的支持表达了衷心感谢 他还把一枚军工章送给了拜登总统 他说这是在前线操作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一名军官的勋章 这位军官委托他把自己的勋章送给勇敢的美国总统 拜登向泽连斯基承诺 他将继续加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 特别是防空能力 而乌克兰总统则感谢他的巨大支持 拜登还告诉泽连斯基 他支持基辅对公正和平的渴望 他说乌克兰人民依然是对世界的激励 他还说乌克兰继续让世界惊叹 根据白宫发出的一份声明 拜登邀请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 彰显美国对乌克兰持久的承诺 将宣布一项重大的新安全援助计划 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 声明说 泽连斯基总统此次访问将显示 美国持续且不计时制 承诺包括在经济、人权和军事协助方面 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 根据飞行数据显示 一架美国空军飞机从位于乌克兰边境附近的 波兰热书夫起飞后 于午后不久降落在位于华盛顿 特区郊区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波兰TVN24电视台发布了 泽连斯基在热书夫的录像 称他在登上飞机之前是乘坐火车前往波兰的 这架型号为C40B的飞机 被称为高级军事和政府领导人的空中办公室 具有进行安全语音和数据通信的能力 直到他访问美国前几个小时 泽连斯基访美旅行的细节都被严格保密 拜登和泽连斯基在凌晨1点公开确认了这次访问 大约在飞机从波兰起飞前一个小时 目前美国国会正准备对年终支出方案进行投票 其中包括约450亿美元的乌克兰紧急援助 这笔钱将用于军事训练 装备后勤和情报支持 以及补充发给基辅政府的美国装备 这一批资金将是迄今为止向乌克兰注入的最大一笔援助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21日对记者们说 向乌克兰送交新武器将会加深冲突 他还说 俄罗斯看不到与乌克兰和谈的机会 美国行政当局一名高级官员对记者们说 在泽连斯基期间 美国不会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 结束这场由莫斯科发动的战争 这位官员说 俄罗斯可以随时离开乌克兰 从而结束战争 这位官员表示 俄罗斯没有显示出任何认真谈判的意图 世界首富马斯克近日在推特发起民调 询问他是否应该辞去推特CEO职务 结果有余半数的网友赞成 马斯克宣布将说到做到 还预告卸任后将负责管理推特的软体和私服器团队 但是他必须先找到一名 笨得能接下这份工作的人 综合报道 今年10月马斯克收购了互联网社交平台推特 接手之后 马斯克本人因其一系列颇具争议的决策 受到广泛诟病 对此 马斯克12月18日 就他是否应该继续担任推特CEO一事 发起网络民调 结果1750万参与民调的网络用户中 超过57%的人主张马斯克辞职 相当于1000万人支持马斯克下台 沉默两天后 马斯克推文宣布他会顺应民意 结果宣布辞职 马斯克说 一旦找到一个蠢到愿意担当推特首席执行官的人 我将立刻辞职 之后我将管软件和伺服器团队 不过马斯克在稍早推文中 也对该民调可靠性提出质疑 暗示有机器人账号动了手脚 马斯克还说 未来任何民调都会仅限推特付费用户参与 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20日 公布对推特用户所做的民调 显示有61%的收访者赞成 马斯克继续出任推特CEO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行动 从一开始质疑声就不绝于耳 他本人表示收购推特是为了强化言论自由 但批评者则普遍担心 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 网络语言暴力的问题会进一步恶化 宣扬及煽动仇恨的信息 以及虚假信息将会更加泛滥 马斯克并没有能够打消批评者的顾虑 恰恰相反 马斯克接受推特之后 大量裁员出尔反尔的规则变化 以及其他一系列有争议的决策 令推特深陷舆论漩涡 因广告商纷纷告辞 对推特公司至关重要的广告收入也急剧减少 马斯克还掌管着SpaceX国家公司 他曾经说过 要找到一个推特的CEO是多么的困难 他上周末在推特上开玩笑说 他知道这个人即将代替他来运转公司 一定是一个非常喜欢痛苦的人 而且这个公司已经正在破产的快道上 支持 他在推文中还写道 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能 真正让推特公司起死回生的职位 这个位置后继无人 菲律宾12月21日 指称严重关切 中共已开始在争议激烈的南中国海水域 开发备战土地的报道 自2022年6月出任菲律宾总统的小马克思 在最近与中国的冲突事件后 下令寸土不让 据彭博社援引美国官员的卫星图片报道 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周围出现了新的人工岛 近年来一艘塞有液压挖掘机的中国船只 被看到在那里作业 菲律宾外交部回应说 我们严重关切 因为这种活动违反了南海克制行为宣言和2016年法庭裁决 菲律宾外交部并表示 已要求其他机构对此进行调查 上周 菲律宾国防部也对在马尼娜声称 是其领土一部分的异落溃胶和鲜冰胶 有大批中国船只的报道表示非常关切 菲律宾代理国防部长何塞福斯蒂诺 在双方发生冲突事件后宣布说 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下达了明确的指令 那就是我们不会放弃菲律宾的每一寸领土 法信社说 马克思总统这一立场与他的前任杜特尔特正相反 杜特尔特不愿意批评北京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本周就这两起事件对菲律宾表示了支持 同时呼吁中共尊重国际法 北京一直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几乎全部水稻 每年有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通过该水稻 中共对联合国支持的法庭在2012年做出有关裁决置之不理 该裁决判定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毫无根据 台湾和东盟成员国如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和文莱 也对这些水域提出了主权要求 在南沙群岛 中共至少占了7个岛屿和岛礁 并在那里建造检疫机场 港口和雷达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卫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明镜